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台灣基安 今天要說的故事 是發生在民國 1999年的時候 有一個叫大妹的小小孩 他對台他的老婆 態度不好 命不好 有一天 因為他的處逼 小明 知道說有一個山叫小子山 你只要尾山腳 八到上面 你就能變成一個小子 所以他決定 你去八小子山 小子山 尾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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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高360公尺 山勢雖然不高 但因為山形陡峭 絕壁聳立 猶如拔地而起的巨大石筍 由側面仰望 立面激進垂直令人生微 孝子山登山路乃是由壁面斧鑿而出的時階 有著如臨深淵的險境 可以瀏覽基隆和幽深的峽谷景致 在大尾的堅持與努力之下 他終於爬上了山頂 雖然山勢陡峭也必須要手腳並用 但他克服著巨高的恐懼 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終於 黃天不復苦心人 他成為了一位孝子 黃天不復苦心人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